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九頭畫樓的頻道 那今天呢介紹的爬蟲系列一樣 然後DNA 台中廠這邊找輝哥來跟我們介紹爬蟲啦 那今天介紹的主角 以前比較常見 現在也算是重量級的了 也不能輕易持有了 今天的主角就是豬鼻龜 非常可愛的一種烏龜 那我們就飛到馬上看豬鼻龜介紹的影片 豬鼻龜 原產地澳洲與新極內亞 氣息環境 河流沼澤地帶 成體背甲長度55至70公分 適合溫度26至30度 豬鼻龜是唯一一種全水期的淡水龜 豬鼻龜除了獨有的鼻子特色 也可以從他們的前肢觀察到 與一般的折龜有很大不同 他們的前肢是其重的 並且除了需要產卵時會到岸上 基本上都是在水中度過的 習性可以說是非常像海龜的淡水龜 豬鼻龜是雜實性的 大多以魚蝦貝類為主要食物 食量非常的大 豬鼻龜的皮膚較為敏感 很容易因為水質狀態 發生感染等狀況 豬鼻龜實在是非常可愛的一種 特別龜龜深受大家的喜愛 好看完豬鼻龜介紹短片 現在請輝哥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隻豬鼻 對這個還會再大喔 現在其實 它已經是今天介紹最大隻 對對對 它這個是 實在是麵包 讓你拍太多 實在是 它的後腳很有力 太耗動了 是的 豬鼻龜大家又像非和龜 它是只有一屬一種的 基本上豬鼻龜的領域性其實對同類是很強的 所以基本上一剛 如果你空間不夠大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建議是一隻 一隻就很極限了 對對對 而且它們其實是很好奇的龜種 以前啊 以前常常看人家在養的時候就是 咬電線啊 咬加溫器啊 很皮 對 然後去咬各種的魚類 跟鑽紋有的比 對對對 這種很會有的東西 是 而且它們也是會吃那種棒類的食物 對 所以它的咬合能力也是很強的 也會跟 這種軟體動物 然後它都會帶著硬殼 所以它的殼 它的嘴巴是能夠輕易咬碎這些 棒啊 螺這些的殼類 而且它是長時間生活就是都在 就是手已經不是鋪了 對 不是一般我們所記憶中烏龜的那個 無轉配 所以它們也只有在 產季的時候 它們才會上岸去產染 就是 也不會上面曬太陽啊這些 對 就是泉水了 是 跟海龜習性很像的 淡水龜 淡水龜 是 不過這種歸就是 其實在吸氧上也是 對水質有時候會要求多一些 因為它的皮膚殼都是那個 對 全天都泡在水裡 其實對水質會有一定的要求程度 就是正常的過濾系統就把它做好 對 正常的過濾系統其實做好 其實基本上就OK了 就OK了 對 對 不過很可惜啦 這隻現在也是 在台灣也是無法飼養 是 那這可能相對一些 它算是剛獵的嘛 所以還是可能還是蠻多人擁有的 對 就是當初在獵寶之前 去登記的 就只有保育卡的部分 還是可以繼續飼養 但是已經沒辦法進行繁殖 跟 伴授 不過這種歸在台灣 就比較沒辦法過多年 所以變成說 一定給室內 在冬天的時候 可能又要搬 就要撈起來 幫我室內 讓它蠻居一下 然後等到春天再又放出去 對它是比較好 對 是 要照顧溫度上 是 是 鼻子真的很像豬鼻子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爬蟲系列 那實在非常多 沒看過的物種啦 那如果喜歡這種系列 不要忘記多看幾遍 那你會把DNA的粉絲專頁連結放在下方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不要忘記去DNA粉絲專頁 按上一個大大的讚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分享影片 就打開右上的小鈴鐺 這樣會發表的時候 是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